这个特极客的45W的小充电器 测试数据还算是不错的 大家不要说它的文波 文波受制于它这个一个非常迷你的体积 能做到这么小体积的充电头 它的文波不超标就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个充电器的颜值还是非常可以的 它可以兼容市面上28W左右的所有的手机 这个兼容性也是很强的 我们这期视频就是把它拆解开 让大家看看内部的用料 究竟值不值我们看了就知道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特极客45W的氮化加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的缝隙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翘棒翘试一下 看能不能直接把它翘开 看来这个外壳的做工的话 厂家还需要加强一下 拆开以后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 把这个板子拉出来 这个是充电器的主板模块 这么小的体积可以做到45W输出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啦 这个是变压器的散热片 黄铜的散热片 内部填充有白色的散热硅胶 可体内部的铜箔跟这个弹簧 它是一个触摸的装置 控制这个LED灯的开关 如果把这个黄铜的改成铝合金散热 或者子铜散热 这个散热的效果还会好一点 导热片下面还有蓝色的散热硅支贴 这个主板是由两片主板 乘L型叠加而成 我们把这个内部白色的散热硅胶 把它全部清理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款特几个45瓦单化夹 迷你充电器电路设计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EMI电路 QR电路 SR电路 和安全隔离反馈电路 协议控制输出电路 还有一个特别的触摸LED 接下来我就是从头开始 一步步的解析这个充电器的电路 首先我们来看EMI电路 这就是充电器的第一道防线 它主要任务是抑制电池干扰 保护设备和电网不受影响 这一颗贴片式保险丝 来自深圳南宝安科 属于南宝6125SB系列 抗浪有形慢熔断保险丝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5年 专注于电子保护类元器件的研发和生产 这个保险丝的作用就是提供过流保护 防止电路损坏 一颗小型扰线式供膜电杆 专门用来一直供膜干扰 减少电路中的噪声 贴片式整流桥 由深圳沃尔德实业生产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8年 专注于功率器件制造 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4A1000V 私印标记是WRM SB40M 属于软性桥堆 它的任务是把交流电整成卖动的直流电 为后续提供稳定的电源 两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规格分别是22V法和33V法 耐压都是400V 来自湖南一阳万金元电子的WH系列 电源专用标准电容器 公司成立于2000年 专门生产电解电容 它们的作用是平滑直流电 减少电压波动 一颗插膜电感 用来抑制插膜干扰 进一步提升电源的稳定性 接下来就是QR电路 这是充电器的核心部分 负责把高压直流转换成低压直流 QR电路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容量是4.7V法 100V 来自深圳新中原电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 也是专注于生产各种电容器 这个电容为主控芯片提供稳定的供电 核心器件是一颗QR反击电源主控芯片 型号是SP96851 由无锡归动力生产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专门研发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一款集成淡化价功率器件的高频准协证 QR反击控制器 适合设计在离线式USB PD和Type-C等快速充电器和电源供应器方案 带机功耗小于75毫瓦 这颗芯片控制电源的开关动作 实现高效的能量转换 这一部分电路为充电器的RCD尖锋吸收电路 用来吸收开关过程中的尖锋电压 保护其他元件不受损害 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 它的初级有四个绕组 次级两个绕组 负责把高压转换成合适的低压输出 SR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这个电路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 这一颗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4E型号是6520H 也是由无锡归动力生产 这是一颗高性能的开关电源次级侧 同步整流控制器 在低压大电流开关应用中 轻松满足六级能效 是理想的超低导同压降整流器件的解决方案 芯片在这里负责控制同步整流过程 让效率更高 芯片的下面 还有一颗同步整流NMOS 型号是AGM1010 来自深圳星空源电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 专注于MOSPEED的研发 这颗NMOS赖压100V 导主只有4.9毫欧 最大电流可以达到90A 作为开关元件 能有效减少能量损耗 一颗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这是照清滤宝石BC系列固态电容 容量是560V法 赖压25V 公司2002年成立 主营固态电容电解电容 它的特点是低阻抗高稳波电流 能平滑输出电压 提供稳定的低压直流电 照清滤宝石电源界的熟面孔 安全反馈隔离电路 这个电路非常重要 它确保电源的安全性 防止输入和输出之间 发生直接的电器连接 一颗稳压芯片 4E是7533 虽然厂家信息不清楚 但它的作用是稳定反馈电压 光电偶合器 4E型号是EL357N 来自台湾易光电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1983年 专注于光电源器件的研发 这个光偶负责输入和输出的 隔离反馈保证安全 光偶上面就是一颗贴片陶瓷 安硅外电容 容量是1000匹法 类压400V 由四川特瑞祥科技生产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4年 专注于生产陶瓷电容 安硅电容 这个电容提供安全隔离 同时抑制高频干扰 协议控制输出电路 它负责管理充电协议跟设备通信 提供合适的电压和电流 协议控制芯片 4E型号SW2325 由珠海智容科技生产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0年 专注于充电协议芯片的研发 这是一款高级程度的快充协议控制器 类似多种安全保护功能 通过了UFCS融合快充协议认证 这个芯片用于识别和控制充电协议 输出VBUS开关管 4E型号VS3618BE 来自深圳微造半导体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 专注研发MOSPIT 这颗开关管耐压30V内部导主5.2毫欧 漏极电流58A 负责控制输出电压的开关 电流采样电阻R2005 用来检测输出电流 实现电流控制和保护 这款充电器还有一个独特的触摸LED灯电路 里面有一颗六角芯片 负责降压并控制 这颗LED灯泡的开关 背面这里还有一颗四印式702的MOS管 配合刚刚的六角芯片进行开关控制 通过弹簧触摸感应装置 和充电器壳底内部的子铜箔 实现触摸感应操作 优户只要轻轻一触碰这个地方 就能控制LED灯的开关 充电器充电口内部手片为黑色 内部的做工光滑细腻 Type-C口的壳底为不锡磁的不锈钢的材料 充电器的折叠插角 通过这个塑料的盖板 通过这两颗螺丝进行固定 插角部分为不锡磁的铜质材料 内部的黄片则是锡磁的金属材料 充电器的壳底上面没有看到有主燃标识 我们后面会做燃烧测试 这个特极客水晶45瓦氮化加充电器 从测试到拆解 大家对它应该有个深入的了解了吧 它可以建入市面上大部分手机的 20至28瓦的功率段的快充 作为一个便携应急 并且高颜值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小体积的充电器 文波控制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它不会超标 不会伤害你的设备 充电器电路经过精心设计的 EMI加QR加SR同步整流电路 安全反馈隔离电路加协议控制输出电路 以及独特的触摸LED灯电路 实现了高效安全便携的充电体验 每个充电的原基建都是来自经验丰富的专业产家 确保了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我能做的就是把它的数据全部测试出来 内部的电路及器件全部给大家展示出来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 投币 走起 老铁门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你们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